大家今天來這邊感謝大家有這麼多的一大早起來的朋友們 我想大家可能今天也覺得很意外有這麼大的變故 Costcard的志工真的都是志工沒有人領任何一毛錢 我想是不是大家給他們鼓這樣 然後我想說今天這麼大的變化 可能我猜他們人也不一定忙得過來 所以大家可能互相體諒一下 有什麼不方便的地方就稍微體諒一下 然後甚至如果你發現我哪個議程剛好不想聽 沒有要想聽的然後沒什麼事情做幫助 都沒關係 就是全志工互相幫忙做成的研討會 OK 好 那就跟付錢消費的研討會是很不一樣的 OK 好 那很謝謝你多給我幾分鐘 因為我很努力的壓縮我的slide 想說要壓在25分鐘左右結束 結果發現壓不出來我到時候還是大概30分鐘 OK 所以給他借幾分鐘 那是這樣好 先介紹我自己 剛剛欣妮也講完 那我現在在Google的Quantum Hardware Laboratory 那個量子硬體實驗室做軟體工程師 那在加入Google之前 我設了那個實驗的 做粒子物理的實驗人 那研究了滿多年 那我跟Costcard的原因是我 2006年的時候跟兩位好朋友 Night跟KC一起創立Costcard 那網路上應該可能找得到 當初為什麼要創立了 Night有很多故事 不過主要只有一個詞啦 那個詞叫做卜蘭 那就不多講 那09年跟11年在Night 因為那個 本來他是前三年的總召 然後後來因為他生涯轉變 跑去沙拉 跑去中中賺石油錢 所以我就接下來當總召 那後來就交接給更年輕人一輩 那就一直發展到現在 我也是非常非常驚訝也非常感動 然後就看到很多 就是投入超過10年的職工在這上面 你要想 Costcard的組織其實是很吃力不太好 一件事情 要每年投入 比較核心的成員 可能每年都要投入幾百個小時 然後是在工作的其餘 剩下的時間去做這些組織的動作 所以是非常非常辛苦 所以我相信他明天也是非常歡迎任何人 有興趣幫忙的人來加入這個組織 非常開放 那我也不當總召的時候也是當當事工 幫任何所有事情 幫忙我們都會幫你 OK 好 那講到匡政 這個最近好像這幾年變成一個熱門一次 那我來多一下 我想講說 因為大家都看過了 副仇者之戀夢第四集 對不對 我想說 看過的人都會知道匡政怎麼 真的喔 我沒有看過怎麼辦 所以我就想說 電影院看我好多年沒有進電影院這樣 好 OK 欸 沒有放播嗎 對 好 可以 有聲音嗎 沒有聲音喔 大家在看字幕喔 不好意思 好 好 那 當然我們不能爆尾啊 就是說這部電影我差點都看過了 我就是匡衝在這扮演一個滿重要的角色喔 那當然從物理學家來講就是他們做的那種匡衝現在還做不到就是 所以我都沒有 那可是裡面講的有些東西其實現在就應用 好 比方講 匡衝我今天就會起到 那匡衝這個詞是對的 這是不是那個東西 的確有匡衝有一個東西 OK 好 好那講到量子當然這邊主要講計算喔 所以量子力學就不多講 那量子計算當然就要跟它對比的是什麼 就是現在大家的電腦裡面在考慮 我們現在把所有的古典的計算喔 Classic都考慮了 那可以在腦片裡解決問題的方法 基本上就是很簡單喔 就是你有個問題想要解決 那你說我想出個點算法 那可能是一個數理組數學 講出來以後我把它也算把寫成一個code 寫成一個程式給放到高階裡面 寫完以後呢 把compile 把assemble 變成機器碼 然後送到電腦CPU裡面去執行 那我跑完了 欸我就有答案了對不對 好 這就是一個traveling salesman problem 我有很多點 我把它連連看連起來 希望能夠總度的長度最高 但也許我找到了一個事務選手喔 都非常的很好 那 那那古典裡面像這種問題的話 是說OK 像traveling salesman problem 就是可能有些人學過一點點 這個那個不大度的理由的話 就知道說 當你的點數非常多 其實它那個是很難算的 就是說那個你所需要的時間 跟點數的關係是一船能舊 OK 所以點數大關定程度說 現在電腦是沒有辦法算的 那量子的話 就在某些問題上面 它是有蠻大的潛力說 有些古典上面 在現在沒有辦法算問題 在量子是可以算出答案來 OK 那量子跟這個對比是什麼 那因為剛剛的影片講說 是怎麼會加個量子 加個礦程 它就是量子 那事實上呢 還蠻接近的喔 就是說我們的確有量子問題 就是有些問題 適合用量子算的 然後有量子演算法 現在已經不太多了 這十年來很多數學家 或是電腦科學家 所以大家開始研究這方面的演算法 那又 然後也有一些公司呢 開發量子程式語言 像 Microsoft 開發了一個叫 Q-Sharp的語言 那 IBM開發了一個 Q-Assembly Q-Assembly Q-Sharp 然後有一個start-up 叫做Brigetti 他發了一個語言叫做Quill等等 好 那你一旦有這個語言 再來你就把它compile 變成Quantum Circuit 對 那Quantum Circuit 會Gate 我當然會再為提 然後Gate Compile 拿到你一組Quantum Gate Quantum Gate基本上 就是描述你要算這個邏輯 然後他把它轉化成硬體的控制 所以就是Quantum Control 比方講像Google的硬體 它是超導體 那超導體的那個量子電腦 控制的辦法是送微波 真的是電波 微波 送電器去控制它 那如果說今天有另外一個公司 或是也就是它的量子電腦 它可能是用原子去做的 那你來控制可能就是微生等等 所以呢 到Q-Sharp這層還是比較是邏輯才不動 我描述的也算法 那在下面會怎麼始做 其實是完全不同的那個量子電腦 可能是完全不同的 那當然沒有這個量子的控制以後 再來就是OK 我把它送到我們Quantum的系統裡面去執行 然後希望能夠得到一個答案出來 好 那希望這個答案是對的 然後也許這個答案是OK 5點算不出來的 我現在可以算 那這個就有很大的機會 OK 好 那 那現在就是說 一般大家認為就是量子的 我把這個關掉 量子電腦可以應用在哪什麼樣的問題 什麼樣的場域 那通常一般的人說法是三個 三個主要的場合所計算 第一個是量子模擬 就是模擬一些自然機器 本來就有個量子系統 來講量子化學問題 像我禮拜五才跟那個 台大化學系的教授跟他見面聊了幾個話說 OK現在到底量子不停 那有什麼量子化學將來是可以算的 那當然他提到很多 那工業界現在 大家最蠻重視的一個問題 是所謂的那個 蛋的固化 就是肥料的問題 就是說那個 大自然界有很多 或是微生物 他可以把空氣中的蛋捕捉 蛋氣捕捉 然後把變成阿摩尼亞 然後變成肥料 然後讓植物增長 那可是人類 沒辦法做到這個過程 為了想要做 製造肥料 就去用高壓高溫 然後整個時候要通電 然後需要的電力非常可觀 有人估計 現在全世界人類所產生的電力 免油百分之二 是用在肥料製造上 這是非常可觀的點 所以就是說也許量子電腦 有辦法說 找出自然界的這些微生物 他為什麼可以用這麼低的能量 在這麼低的溫度 就可以轉化蛋的這些秘密 那將來 就可能可以生下非常多的電力 那這其中一個 那我跟他化學教授講說 現在進展還很早 他說某公司去算了 這個Lithium Hybrid LiH 兩個原子之間的鍵 說這個鍵長是多長 然後這個長度不一樣的時候 能量不一樣 然後你可以想說 能量最低點是什麼 你算出來跟時間兩個 都還不太對 所以你可以想想說 這個要走的路還很長 可是呢 那個量路是在哪裡 當你的量慢慢進步 這個東西可以算 那另外的話 就是像optimization 一般optimization的問題 就是說你可能有個問題 他其實可能有很多個參數 然後你有一個函數 Cost Notion 說我不同的參數點 他的函數值不一樣 那我要找到那種 某種參數點次 這個函數值是最小的 那這個問題當然類型非常多了 各種工業 這個使用甚至商業 比方說華爾街 如果我的這個投資組 要怎麼排 我才能賺最多錢之類的 或是得到最小的風險或什麼之類的 那這個呢 這個呢 在量子上面有很大的引用 有可能 那第三類就是指引數分解 那大家可能在新聞上看到 比較多的是這個 那指引數分解呢 就是這個 1990年那個 Shure 這個教授提出的 Shure's algorithm 那它可以做 用量子電腦來做指引數分解 當然在那個年代 是沒有任何量子電腦硬體的 所以它是一個 純的演算法 的一個研究 那 今年5月 有出現了一篇 paper 就是 Craig 這位不太會唸他的名字 Martin 一個瑞典的一個學者 他們做了一個 paper 出來 是說 2048個bit的RSA 這是現在加密的一個標準 可以用2000萬個有雜訊的qubit 可以分解出來 OK 那它這個演算法的進步比起 之前的進步是說 在這個 paper出來之前呢 需要10億個標準採訪算 所以進步了50倍 OK 那算是說可以分解 可是分解需要多少時間呢 基本上是8個小時 也就是說用現在的古典電腦 這個是分解就是需要 宇宙年齡這種長度的時間 那如果你有這樣子的一個 電腦的話 你只要8小時就可以分解了 OK 那所以這個當然就是 對這個所有的這個 加密來講就是很大的危機 所以 這個問題的說法是說 現在美國的那個中央標準局 已經開始制定下一代的加密保證 要能夠不被量子電腦破解 那現在如果說你有什麼 兩家廣物上傳輸 法式有加密 那當然大家破不了 可是如果有人在中間 讓你解把它存起來 然後等到某一天 量子電腦出現了 他就可以把它解開來 他就可以看到你命 OK 所以那個有些 比方軍事的或什麼 他們就要開始小心說 可以 也許我現在已經不能這樣去傳了 每個被一代來接 都十年後被解密或什麼之類的 OK 那 那 克林的這個人 他是我同事 他不關聖拿巴伯羅 那聖拿巴伯羅是 其實是一個很小很小的鎮 可能這邊沒有扣上去過 在南加州 那我把它叫做 那個洛杉磯的後花園 從洛杉磯開車過去 大概要一個半小時 兩小時 跟沒有血睡時候 依賴很像 OK 好 那聖塔巴巴蠟 不是這個聖塔巴巴蠟 那Google AI Quantum的團隊 現在大概是這樣 大概六十個層左右 那其中大概三分之二十多時間 也就是去做實際的硬體 那我們的硬體基本上 從這個控制的電路 大家可以看到線還有很多 很廣闊 對 那就是實驗室 那到冰箱 還有這個 我們的晶片 晶片長百分比 那這個冰箱 為什麼要用冰箱 因為現在我們的這個量子電量 它必須在這個溫度 10mL的溫度 才能預作 大家如果高中化學 錄理還有的硬箱 常溫 現在我們這個溫度量 是300K左右 今天我才能有300億 好熱 好 OK 那1度K跟1度C是一樣大 所以這大概就是 就是現在 比現在溫度在300度左右 好 10mL 在這個溫度才能運作 所以我們需要一個 蠻先進的一個 我們把它叫冰箱 不過這冰箱很貴 幾十萬美金才冰箱 OK 好 那 所以就是說你可以知道 就是短期之內 大家還沒辦法 但是想買回家 因為這個 這個光操作這個 卻系統就需要一些 直到熟悉的計時 不是任何人都可以操作 好 那 那這個 這是我們的晶片的包裝以後的樣子 好 然後還有 那這個是我們的一個研究的科學家 他其實他 博士論文是蠻贏的 他在歐洲做的博士論文是做那個貝爾波展示的 這邊如果不是那個物理可能不知道是什麼 不過是量子力學裡面很重要的一個實驗 那 不過就是這幾年來其實做了好幾個影片了 那 去年發布的是這個 Bristol Cone 72個量度位元 72個Qbit 那在之前有一個叫Fast Tail 那 Google的這些都是用 因為我們在市場 反正在加州 所以我們都是用加州一些植物來命 Fast Tail基本上就是中文講的狗尾草 因為它呢 它是兩排 每一排有11顆 常常看起來像狗尾草上面那個樣子 那Bristol Cone是72個Qbit 它是這個 有點像松果 那個 秋果 那這是Fast Tail 它這兩個晶片反過來然後結合在一起 右邊是晶片 那個Qbit 右邊是Qbit 然後左邊是讀書電路跟控制電路 兩個晶片然後翻過來 黏起來這樣子 好 那現在就是說 我們全世界大概進展的程度 現在是大概就是幾十個Qbit 那剛剛的那個演算法說 你要幾十個Million的Qbit 有一點距離 差了十六四方而已嘛對不對 那到底什麼社會有用 這個量子的電腦 那基本上是有一個這個圖 就是縱軸是這個 你可以把它說是Qbit的品質 就是它發生錯誤的機率 機率越低然後就是越好 那橫軸是就是你做出來Qbit的個數 越多當然就是越好 那如果你在這個紫色區域呢 就是沒有用 因為呢 在這個區域裡的量子電腦 你沒有辦法算任何問題 所以會比5點點的壞 OK 就沒有意義 那之外呢 最開始有意思 好 那 最後我們知道 右下角 量很多 那質量很金 對不對 那那個時候就可以算很多 各種問題 那現在呢 大概會在這附近 不過目前大概在這裡 也就是說呢 我們差不多可以做一些 5點電腦 大概算不了的問題 那可是呢 它個數不夠多 沒有辦法算很大的問題 然後呢 誤差還是有點多 所以沒有辦法算很久的問題 有時候你這個問題 我要算很長的運算的話 可能也是不太行 可是呢 就是說這個區域 叫做Nisc Noise Intermediate Scale of Quantum Computer 這個名字不是Google方面 是一個教授叫Presca 像Presca方面 它是說呢 在這個區域 現在是進入這個區域 就是說 誤差還是有一點 然後可是已經慢慢慢慢 降到這個所謂的 Aero Pressure Special之下 也就是說呢 當你的誤差高於這個的話 即使你放上了這個 誤差校正的 或是修正的這些電路 都沒有用 你還是修不回來的 但當你的誤差降到這裡一下 你的誤差修正 就開始可能會發揮作用 然後呢 因為各數又超過了 這個古典可以模擬 所以你可以開始做一些 以前做不了的問題 所以這個算是一個 算是很有趣的一個時間 那這個 從這裡到這裡要多久 不太能預測 不過有人說快則5名 有人說慢則20名 這太能講 就要看大家怎麼去進步 那今天要講SERC 我待會要講 就是集中在這個區域 就是說我怎麼樣在電腦 還在 液體還在這種區間的時候 我怎麼樣可以去寫程式 來控制它 來叫它算問題 那SERC是Google去年 Open Source的一個Framework 那專門就是給Nisk有 OK 那就是Github 那市面上當然不是只有Google用 還有很多別家裡都有Open Source的Framework 從IBM IBM其實非常完整 它們東西非常多 那它們的液體也已經推出 就是可以 有免費可以用非常少 可以免費就可以用 可以跑一點東西 它不能讓你無限時間跑多 可以跑一點東西 那如果說你跟它花錢在台灣 我知道像那個 台灣大學的幾個大學連到現在 已經跟它 聽說是一百萬元金付了 跟它一百萬元 可以用到它的二十個特別的機器 那一年可能可以用到時間 這樣子 那像Regreti是一個很有名的startup 它從軟體到一體全部都有 這邊這個SC就是Super Conductor 超導體 基本上IBM、Regreti還有Google 都是用超導體 做 left-down 對 那Zenit這家公司 它也是一個startup 那比較特別 它是用光子的 那不同的系統 不同的特性 或優缺點 那現在大概普遍認為說 早期應該是超導體 是這樣能夠立刻應用的 那微軟的話 它也做了一些軟體 它自己現在還沒有硬體 它投資非常多在硬體方面發 不過現在還沒有可以用 那未來就是大部分 OK 好 那SERC我就趕快Demo一下 好 好 這是一個 這是一個collab notebook 或是大家自己 如果裝那個 Triputal notebook也是可以的 那SERC這個模組 在Python是已經進到IPP 所以你就直接pip install SERC就可以 好 那這邊我就已經先抓好了 它不用畫時間證 那你如果把它input起來 然後就直接可以看到Google的一些晶片 比方這樣 就SERC.Google.FoxTip 剛剛那個Goveta 那print出來就長這樣 好 11個乘1秒派 那 如果說你說 看看Python長怎麼樣 那它就求過 長這個樣子 我都想要求過 我都想要求過 好 那 對這根可以做什麼 那就跟大家說 介紹一下幾個簡單的 所謂的quantum gate 就是說 現在寫quantum的程式 你當然可以學 比方說Q sharp 或是quill 就是比較稍高 稍微高階的 那 當然高階當然要 當它有成所謂的quantum gate 可是現在基本上 絕大部分的演算法 都是用gate來描述 就是說我自己看法 我怎麼用什麼gate 做我們在什麼樣的quantum 上面 做什麼樣的系列的運算 當作一個大文化答案 所以呢 基本上還是要有gate方面的訓練 所以還是可以練習一下一點 那 不知道這邊有沒有 有多少人學過 就是在大學 或者在學校 學過普遍的那個 邏輯電路 and or exor之間 學過技術好不好 所以還蠻多人 所以這個應該就 不會太難 這基本上跟它很像很類似 那當然就是多一點 量子的效益在裡面 那第一個最簡單的gate 這個gate就是nut 所以我有個bit 我給它一個nut 還是從0變成1 1變成0 所以這沒有什麼特別的 那在關框的話 叫x 這個gate叫x 就插插到nut 那所以給它一個0 它變成1 那翻過了 那Proper其實還很簡單 就是幾號而已 比如說我給一個 一個qubit 取一個名字叫做a 隨便什麼名字 然後 然後我的運算是什麼 我在a2qubit上面 運作一個nut 然後呢 我再去測量 然後測量 然後我把這個運算呢 塞成一個 塞成一個電路 一個circuit 然後去把它分開成這樣 好 欸這qubit一開始是不是 沒有寫是不是 然後nut 然後去量 所以它應該要2到1對不對 所以呢 我可以去量 等一下我可以去執行十次 好 執行十次 十次兩個都是1 非常好 沒有問題 那當然你可以說 我nut兩次 然後應該回來就這邊了 好 那第二個gate 叫hgate 好 這個就是真正的quantent的gate 這個5點沒有完全 沒有任何對應的gate 它是什麼 如果你給它一個0 它會變成0跟1的線型組合 好 你給它一個1 它會變成0跟1的線型組合 那差別就是它前面的這個 這個係數喔 正符號 插一個符號 0的話是正的 1的話是負的 所以你給它一個簡單的0的位 一個quantent bit 它會變成一個 這線型組合就是 所謂的superposition 就是管那個野家 那一般人最常聽到一個名詞 叫什麼 薛定格的貓 這就是薛定格的貓 OK 如果你會寫量子成色 你這樣一喊 你就產生薛定格的貓了 OK 所以它是 就是它的解釋是0叫做貓死掉 1就是貓還活 那它是活著跟死掉的 兩個狀態的變加 它既是死的 死的又是活著 既不是死的又不是 我是不知道看你怎麼解釋 它反正是一個混合碳 OK 那薛定格的貓呢 那再來我就說 OK 我產生薛定格的貓的碳 然後我給H 給放在A上面 然後去測量 那我會量到什麼呢 那這邊就是量子力學會告訴你說 你不會量到這什麼 剛好2分之1 剛好你不會 你會量到0 或是量到1 那前面這個係數呢 告訴你量到0的機率 這個係數告訴你 2到1的機率 你把這係數 絕對只托放一下 測到這個機率 所以呢 那因為這兩個值量很大 所以說OK 我量到它的機率應該是 所以我去測量 我去量了10次 或是100次 我大概一半左右會看到0 一半左右看到1 所以呢 我就來測量 大約是 我這個是模擬的結果 這邊還不是真的在硬體上跑 那這次模擬基本上就是5點的隨機變速去模擬 那當然 等到我們跟硬體的 我們現在跟硬體自己結合 只是就是某些有合作的partner 才可以連我們的硬體 那將來對外開放的話 是不是大家都可以來 好 那你就會看到這樣的東西 OK 都是確定的嗎 OK 你去量100次 大概一半機會是40 對 一半機會是1 好 那 只有一個bit的gain 是不能做它就是 所以真正有趣的事情 全部都從兩個bit開始 那兩個特別gain 第一個就是所謂的cNut 這個c是指控制的意思 control 對control not 它意思是說我兩個bit 第一個bit 第一個bit是我的控制的位元 第二個是受控制 所以當我的控制位元是0的時候 這個受控制這個wire 我不受影響 可是當它如果是1的時候呢 這個wire就會反過來 如果本來是0就會變成1 它如果是1的話就變成0 那 如果說大家習慣的話 可以寫成真值表 把真值表寫出來要列一列 你會發現跟古典的export 竟然是一模一樣 好 0,1,1,0,0,1,1,0 所以它基本上就有點像是export的量子版 這樣去想放這樣 那這邊最大的差別是看到 古典的export沒有是上面這條 只有兩個輸入一個輸出 對不對 量子永遠是兩個輸入兩個輸出 因為量子的那個 它的量子力學一些特性 這些gate它必須是revertible 都是可以反轉的 那你為了要反轉 你兩個輸入一個輸出 你一個輸入電路回來兩個輸入 所以一定是兩個輸入兩個輸出 輸入各速跟輸入各速一定是一樣 這是量子的電路的一個很重要的特性 OK 所以為了要對應到古典 就必須OK 我把X再拉出來 好 這樣兩個就可以對應起來 好 那這個呢可以做什麼事呢 這個就比較有趣 好 我這邊做一個簡單的電路 那這個就是一個CNUT 這個 這個黑圈圈 這個是NUT 好 那如果去測量會怎樣 那這個測量就沒什麼意思 因為我這一開始兩個都是0 那所以這 它是0歲就是不改變 所以接著去量兩個都是0 所以就很無聊 量快永遠都是0 那比較有趣是什麼呢 我在我CNUT前面 加一個HQ 大家如果還記得 我剛才H是把一個0 變成0跟1的 變成一個雪靈耳的貓 對不對 變成一隻貓 那我把這樣的半死半火的貓 送進去CNUT 這樣CNUT 會發生什麼事 也就是說我的控制呢 我是一半0一半1 所以我被控制那個呢 一半被控制 一半不被控制 好 一半被翻轉 一半不被翻轉 那到底看出來是一個什麼東西 OK 那我們 數學上可以算 好 那數學上可以算是0 0跟1 1的 組合 也就是說這兩個被同時是0 或者兩個被同時是1 OK 這等於是薛天格跟貓的放大版 對不對 變成兩隻貓 然後同時死亡同時死亡 那 我把這個叫做薛 那個什麼 羅密歐與朱利耶 他們有了某種intanglement 這個叫做intanglement 所以我兩個被承呢 我們產生了非常強烈的關聯 就是彼此有了誓言 就是 如果你是0 我就一定要當0 如果你是1 我一定要當1 我可以當別人 那現在這個年代當然比較 另外一種說法就是 總統副總統候選人 兩個人同時當選 或者兩個人同時落選 都可以一個當選一個落選 OK 那這個就是 這就是所謂的 控制能性的 我們的調子 如果不知道中文怎麼辦 就糾纏 纏繞 我可以看過好幾種 好 那我們就可以去執行 可以去磨擬一下 那磨擬出來就發現 欸 對 我就是一半 大概一半機會看到0 一半機會看到1 我不會看到1或1 因為他們纏繞的結果 好 然後 那再來呢 這些都是基本的game 那再來就是 開始用這些game去組演算法 來解決問題 那 那 回來這邊 好 那這算是一個第一個 第一個例子 叫做Pairly Problem 我不知道有 有沒有同學有聽過這個問題 沒有 那我介紹一下 好 現在 就是我今天有一個 所謂的Oracle 每七八人很喜歡用Oracle 就是 祭司 希臘神話裡面的吉斯 就是 你人是不能跟神講話 一定要透過Oracle 你要問問題 就是要問Oracle 是不是我們機桶之類的 有點像好 然後他會回答你 用很神秘的方法回答你 那這個機桶呢 他身上有N個秘密的bit 他不告訴你 那可是呢 當你問他一個問題怎麼問呢 假設你只要有N個bit 這個N是指教的 那你就說我準備N個bit給他 然後他會做一個 所謂的Pairly語言 這樣再這樣子 然後回一個bit給你 所以你每次給他N個bit 他給你一個bit 好 然後那你就想說 這個機桶不知道什麼了不起 我想要把N個bit拆出來 那怎麼做 就想辦法設計我的N個bit 每次把一個bit拆出來 做N次不一樣的 我就把N個bit全部拆出來 OK 那我就說這個機桶的bit 就給我錯進來 OK 然後這個機桶它的運算是這樣 它就是你的bit B跟它的mini S 它就做一個這樣線性的相加 然後加完以後 mod 2就是它給你的答案 那因為我們講說 這個總是要用到quantum 那因為quantum是reversal 所以我要先把這個問題改變成reversal 所以我呢 輸入N個 我準備一個輸出的answer給他 所以我輸入以後是N加1 輸出也是N加1 然後最後的答案會在這個主線 OK 這股 然後呢 所以裡面呢 它會怎麼做呢 基本上假設它的命運是 這個是e 這個N-1這個basee 跟e這個basee 以下都是 假設是這樣的話 那這個 這個 我這邊沒有放的 對不起 這個機桶它會怎麼做呢 就是把這個跟它xor一下 再跟這個xor一下 然後對付出來就是答案 這就是基本上 使作這個模擬 它的模擬 它做法是這樣子 這樣 那現在 我說那我quantum是什麼 那quantum就是把那個xor換成sinat 這個完全是 我會像是對應的 就變成sinat 那現在的問題是 那因為我不知道它是哪幾個basee 就是我不知道它哪幾個basee 所以呢 我其實看不到裡面 所以我看到是這樣 那我怎麼去把這些猜出來 我在前面放一堆h gate 然後我在後面放一堆h gate 然後在我的答案base 一開始是0 我把它nac一下變成1 好 所以我把這1送進去 然後我把其他的這個呢 一開始就是對 然後把它通通變成0跟1的組合 每一個都是 所以你想看 我這個basee是0跟1的組合 這也是 我n個bit 一共有2個xor的組合 等於說我也是把所有可能的問題 通通問進去 我就一次問完 OK 然後呢 我最後呢 在hpn弄一下 我讀出來ncbit 你會發現 這ncbit的答案 就會跟它的秘密一樣 所以我一次就把它的秘密全問出來了 OK 那這個就是量子很有趣的地方 就是有些問題它可以比5連quip 比較多 那它的細節的運作是什麼 是不關這個 但這個這一個就留著 大家在遊戲區可以再看 我就不多講 那就是講說你這個效應 所以從所謂的order of ender 就算把變成或者晚 變成一個長數時間 是可以的 好 那下一個例子是quantum teleportation 量子的傳輸 那如果有看過Star Trek的人 就看過 這個斯巴克常常需要跳 把他叮 那這個 這是一個網路上我找到的一個 看來系的裝置藝術 這個他們的表情看起來 應該是這樣 比較對 看起來傳得太好 這個表情有點正點 對 好 那量子的話 他可以做這樣的事情 是什麼呢 假設你今天有兩個人 一個Alice 一個Bob 假設 他們把他都在地球 Alice坐落了太空船 飛到這樣遠一點 天島心房 飛到天島心 然後他發現了一個很有趣的qubit S 那他的狀態不知道 不敢去測量 因為一測量呢 他就會變成零或是一 那原來這個是 可能原來是一個某種組合 他一個Alpha跟Beta就死去了 他不敢測量 可是他想把這個傳回給Bug 在地球的Bug去研究 那怎麼研究這根本在說 不管 然後他做這個傳遞 那怎麼做 因為量子 就是我剛剛講 這個東西不能測量 一測量它就會破壞 所以量子有一個定理 叫做No Colonic Serum 就是說量子的Bit Qbit 是不能被copy的 跟5點不一樣 你說我有一個檔案給你copy一下 不會影響我原來的檔案嗎 原來量子還是一樣 量子之後這個走不到 為什麼 就是因為你原來狀態 如果是一個Alpha加Beta 這兩個是你不知道是什麼 你要去copy它 如果你說我要copy 那要先讀出來一份 再copy 你一讀他就變成怎樣 或是他一讀他就變成一讀 我們剛剛看到 快快他一讀他就會變掉 那表示你沒有辦法 在不迫害他狀態下做copy OK 這是一個定理 沒有辦法大破的定理 目前為止是這樣 所以呢 那怎麼辦 我要怎麼把這個狀態傳給他 就完整傳給他 他做法是這樣 在Alice這個太空船起飛之前 他跟爸文要先 兩個先引牽狗一下 把它纏好 所以他有一個Qbit 他有一個Qbit 這兩個Qbit是纏好 纏好以後呢 當他發現這個好有趣的Qbit 怎麼辦呢 OK 他在把Alice的Qbit 跟這個有趣的Qbit 再纏一下 所以結果這三個呢 在這個時間點呢 這三個Qbit纏在一起 然後呢 Alice再說 我來量量這兩個Qbit是什麼 當然你知道 一量就破壞了 所以這個Qbit就爛掉了 就變成0或是1 這也變成0或是1 沒有關係 他量完後 他就會量到 0001 1011 4公主合中一種 對不對 然後量到以後 他就打電話 給這地球報道 我量到01 好 然後說01是嗎 好 很好 他有準備好了4個gate 好 01代表某一個gate 他把那個gate 作用在他的那個 自己 把他當初 李天空華那個bit上面 那個bit就 馬上就變成跟那個S 狀態英文一樣 會變成阿華家貝卡 就出來了 OK 這就是量子傳輸 就把一個位置的量子 他也可以傳輸到很遠遠的地方去 OK 然後中間透過打電話 好 OK 原理大概是這樣 就是在前面這個狀態呢 這兩個先傳好了 然後這個狀態沒有它傳好 所以那時候是什麼 阿華家貝卡是那個位置的 一個QB的狀態 跟後面已經傳好 這個就是 假設我們還是選這個中文 這個好了 好 其實你有四種選擇都可以 好 那就選了這個 然後呢 可是因為你這邊 再把這兩個傳了一下 那狀態就變了 變成一個這樣的牌 細節大家不用看 你知道大家看到 有一個加號 兩個加號 三個加號 它有四個碳 你知道我的碳 OK 每個碳呢 前兩個變成就是00 或01 或10 或11 後面這個碳是Bub的碳 所以它變成一個很大的紅的碳 然後當Alice去測量的時候 測量這個碳 它只會量到 但因為它前兩個變成 所以它會量到00 或01 或10 或11 對不對 會量到其中一個 所以 比方講它量到01 那整個碳就會塌線量 另外三項就這樣 整個碳會變成這個 也就是說 Bub的碳呢 因為Alice的測量 變成了Alpha Alpha一下 可是Bub的碳本來是一個 本來是一個 跟Alice傳在一起的摩托碳 它瞬間變成這個 他說 喔 因為Alice告訴我是01 那我說 那我知道 那我就把我的1 把0換成1 就結束了嘛 這是一個NOT 所以當Alice告訴我是01 我apply一個NOT 我就拿到Alice 他自己也不知道是什麼碳的那個碳 OK 好 我也差不多 所以這個 就是很非常神奇的事情 因為 其實當Alice測量的時候 在那個瞬間 Bub的碳就很變 只是Bub不知道要怎麼處理 他等Alice打電話告訴他 他才知道這四個碳 你可以去運算 所以這是一個遠距 會發生作用的一種很奇怪的東西 我就這兩隻地區先 現在說是 的確是這樣 有實驗證明 好 那我DEMO一下 我剛忘記DEMO這個 這個PARITY 好 我現在DEMO一下好了 這個PARITY是剛剛那個PARITY的線路 那我這邊輸入的 那我這個是 我隨機產生那個 機桶裡面的DAT 然後我跑完以後 這是我拿到的 我兩三次 那這個例子呢 就是說 我隨機產生 10000 最後兩三次 這個每次都是 這三個每次 這四個每次都可以 就是可以猜到它的 那個 那個命 那礦工程的話 這邊 這邊都是在準備那個 準備那個電路 那執行基本上這樣 我這個 因為這個PARITY我是隨機的 所以我就 隨機就直接 一萬一萬出去產生 出那個Alpha跟Beta來 然後呢 我經過我的這個 quantum teleportation 設定 你看這個地方很小 沒有幾個 然後呢 我就去量Bib的State 然後去看比這個係數 發現係數的一模一樣 就傳遞成功這樣子 OK 好 好 這就是quantum teleportation 那 那就是說 可以 延傳法以後再來 就SERC的特點就是說 嗯 這個有很多不同設計的選擇 好 那SERC是選擇說 在設計的時候 盡量跟硬體去接近 好 所以比方講說 你說為了延傳法 我需要 8個Qbit 然後有14個2Qbit gate 我要做什麼運算 那聽起來都很美好 可是呢 當你把它應用在硬體上面 我說 那我怎麼把這個Qbit 放在我的硬體上的某些位置 OK 那我就選 拿幾個座標學號 把它放上去 那你會發現 有時候是不行的 比方講 這一組 其中一組Qbit 是在哪裡 它會斜個跨過來 也就是說 這個 這兩個Qbit 是沒有辦法直接交互作用的 因為在這樣的硬體裡面 是只有相鄰的可以交互作用 OK 所以就是說你在寫程式的時候 你要去注意一點 不能填碼型 或隨便塞 好 那當然你可以說 那很好 那沒關係 我就寫一個軟體 去幫你選 對不對 這所謂的 placement的問題 那這個的確是有在寫 那像我們 現在SIRC 我們這個東西 有placement 可是呢 還有一些可以進步的地方 比方說 我這個 今天 今天早上呢 進實驗室 把它校正一下 欸 狀況很好 然後就可以跑 明天進去再校正看 怎麼其中有一個Qbit 特別特別的 特別嚇張 就是Noise很高 那我在跑程式的時候 希望我要躲過它 對不對 所以說你在做placement的時候 你還要去參考 那個時候你Qbit的狀態 好 那這個東西我們現在還希望 有誰來幫忙做一下 好 contribution will come 那另外就說 好 那我就通通躲開 全部都消你們可以吧 好 就發現 像Britzle Point 它有一些限制 比方說 這兩個正在交互桌的同時呢 隔壁呢 必須要安靜 要靜音 不可以在這邊做事情 不然會互相干擾 所以就知道 其實在quantum the chip的設計 有非常非常多的 不同的設計 然後有更不同的特性 那當然我們現在 有些新的設計 就是想辦法 可以把這些特性 就是說 我這邊在運作的時候 我可以把這條線切開 這邊不管在做什麼 不影響它們 好 那當然那樣的晶片 就比較難設計 就是物理設計比較困難 那就是 可是它的特性比較好 那我們現在 我們正在做那個方面的 所在研修這樣 所以SIRC主要就是說 它希望跟音體去貼近 然後呢 盡量不要做那個 所謂Yagany Yagany Smile 就是說 你不太確定馬上要用到 那你就為了 未來未來未來的延程性 去設計一個好大好大的方向 所以我們盡量去做那樣的事 盡量去貼近Yagany 好 那整個Connect大概是長這樣 就是說 你有Cubit 你訂好了Cubit 你訂好了Gate 把它連起來是一個Operation 然後你把幾個 可以同時發生Operation 連成一個Moment 像這樣 然後這幾個Operation 就是在這個Moment 那你有很多個Moment 連起來就是一個SIRMENT 那你有一個電路 這電路還是裸集的 那你可以說 我要用在哪個電路上 哪個晶片上 然後不要這樣 如果可能就是狗位查 或是球果 然後呢 你就可以去做模擬 那當然 將來呢 就可以透過 將來當我們硬體排放以後 就可以透過MG 去送到硬體去看 那有的時候 你要解決問題是說 我要解Operation 然後我 不要稍微空間 我有每個 每個空間的點 我要去補算它的Post Function 那補算部分 是Quantum幫我算 可是我外面 這個Operation 這個Loop 是我補點在算 所以你可以在那邊說 我把三速方向式 定義成一些符號 然後我每次在跑的時候 我可以把符號 可以去不同指去做什麼類型 OK 大概是這樣子 那 我們Project非常非常多 有很多可以做的 那 比方講像現在 我們的Visualization 還不上講 我們要講 設定要怎麼看? Print 看一個Text 那些有些比較厲害的 可以說 我幫你做得好漂亮的 我們很需要這個 那 那一些幫入門的人 可以看的Tutorial 我們有一些可以更多 那 或是說我們的設計 希望能夠跟別的Framework 有更多的 可以交換 像會友 可以交換 我們現在可以跟IBM交換 就是還不能跟會友交換 那Debugging 大家寫三四很小心 如果你很習慣 有什麼Debug 我可以一個Panel 我這邊可以看 Ewatch一些東西 我這邊可以Step什麼 我們都沒有 我們現在就是一步一步 然後Print一個東西 所以都 還有很多東西可以進步 所以我們現在有超過兩百個open issue 等著大家來撿 歡迎來撿 OK 好 那最後就 謝謝大家 這邊是我們的GetHub 那如果有興趣聯絡我 那這個是我的意思 OK 好 謝謝 謝謝 那我們謝謝彥平教授的演講 那就是大家有什麼問題嗎 兩、三分鐘 好 我們現在還有四分鐘 可能還可以問一些問題 OK 謝謝教授您好 我想請問一下 您剛剛展示了這個量子的程式 那您覺得這樣的程式是很適合量子的嗎 還是說它不太適合 那未來量子的電腦它到底會 您認為會不會改變我們現在的程式協防 或者是說我們需要新的移動 好 這個話 一般我們來講是說量子跟古典是互 不是取代的關係 OK 所以 還是有很多問題 有些問題是 你直接在量子的空間的感覺上 那是有的 那很多問題是要量子跟古典要兩邊配合來算 像我剛剛講的那個 我最後講的外面有個out loop 在做parmine套路裡面去拍cost function 這個也很多 對 所以 那 比如說第一個問題是說 這能 是不是能解什麼問題 那這要 這是要等各位的聰明才知 那現在已經有一些的賺法 就是說他們所需要的Cubic素 或是Cubic的品質 都還是現在打不到的 這還要等一段時間 對 那可是像比方說 美國政府他注意到這件事情 他去年12月底 那個川普簽了一個法案 投資 我如果記錯的話 應該是10億美金吧 那在量子的科學研究上面 而且講明是不排擠任何現有的科學預算 就是另外挖的 那這裡面很大部分 除了科學研究以外 非常大一部分是在量子的人力的培養 所以他們認為說未來 比方講幾年之內 就會開始出現非常大的人力需求 需要很多的導入量子過分別的人 對 因為以後 當量子比方講 像off-messession 如果真的成真的時候 你會發現全世界幾乎所有的產業 都有off-messession的需求 OK 那那些產業都會需要quantum programmer 對 那就是你有這個技能跟沒有這個技能 可能會有點差別 對 那就再 好 菇菇您好 我想問說就是剛剛講的 覺得例子大部分都是 汽油的邏輯炸 可能就可以做到 或者說 又或者說前面講的 那選定格 其實它也是一個機率的相關東西 那它跟原本機油的電腦 傳統電腦的差別到底是在 它是單純就是物理傳說上很快呢 還是是差在那 對 像比方講像選定格的貓 你當然說我用物理電腦可以模擬 就丟閃子就好了 可是如果說你的我的問題裡面 比方說我有兩千隻 或者兩萬隻選定格的貓 你這個模擬起來 那你要模擬所有的可能性 那去做三種 那個是要花很長時間 那量子的話 就是說你把它射成那個狀態 跑一次 每隻貓都跑完 對 它是平行而且同時的 對 所以最關鍵的就是那個 H和Q H是一個非常關鍵的那個gap 對 它幾乎是所有的那個量子演算法的起手式 我先把所有東西空騰成 確認你可能幫我再開始算 對 因為我需要2的N字方之貓 一起幫我跑 對 因為時間的關係 提成今天的問題 是